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拨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尺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个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这是基督的福音 愿站归于基督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再次平安 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求主这时 安静我们的心 借着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 也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来回应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平安请坐 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圣约阿堂 给大家一同崇拜 还有分享上帝的话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传道 好多年前 已婚 我现在有两个儿子 当当时候还是蛮小的 现在老大 现在在小三 九岁 老二是六岁 可以度明年就要去小学了 太太依灵 她们现在目前在诸圣堂 所以我是在座堂长大的 然后去年五月 按例为会例 然后十一月的时候 按座会长 然后按会例之后 直接就被调 调去诸圣堂 去牧养 所以今天早上 其实在诸圣堂 也有一堂的崇拜 我今天也很高兴 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 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十章 二十五到三十七节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对吗 大家都听过 听得 哇 古挂烂熟 对不对 比喻中的祭司 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 如何帮助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这整个事件 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但是这个比喻 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触景当中 耶稣所给予的教导 许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注意 所以现在要大家一同的来看 这个触景是什么 耶稣在什么情况下 讲这个东西 那经文的开始 说到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英文的翻译呢 比较准确的 应该是 Expert of the Law 不是Lawyer 是Expert of the Law 律法的专家 是一位律法师 如果更仔细的讲 应该是对犹太教的 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的一个学者 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专门研读上帝律法的一个专家 这个律法师 他不是跟其他的法利塞人 文士 看到耶稣就前来挑战他 不是 经文说 他是起来 Tistuda 他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师之前 是坐着 在听 耶稣 在对众人的教导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律法师 听到耶稣 之前所说的 一段经文 在荧幕上面 有一点小 不过如果大家可以翻开你们自己圣经的话 在同样的 路加福音十章 前面一点点的经文 耶稣转身 私下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所以你想一想 耶稣现在在教导众人 当下有信徒 平民百姓 然后有一些是 律法师也坐在当中 然后他就私下转过去 跟他自己的门徒讲 你们这些有眼睛看了 就很好 有耳朵听的就好 言下之意是什么 其他人好像没有那个能力 来听得懂 耶稣在讲的东西 听不明白 耶稣在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当下 在当中 听到这样子的话 然后你是又对 你是那位对律法 又是一个专家的人 你会怎样 就很像经文所说的 我要站起来 来试探 耶稣 因此来到25节 律法师就问 老师 是感叹号 老师不是 老师不是 老师 我该做什么 可以承受永生 要来试探他 对不对 耶稣回答 律法上 写的是什么 你是怎样念的呢 耶稣的这个回应 是非常高的 他不回应他的问题 他以另外一个问题 来回应他 不过 不过律法师 是什么 他是律法师吗 是对律法熟读的 有学问的 懂的 他就从 他就这样子回答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主 你的上帝 又要爱 灵舍 如己 耶稣回应 你回答的正确 你这样做 就会得 永生 我们现在先停一段 这两段的对话 就显出了 律法师 其实不是不知道 如何承受永生 而是想要在 他的问题里面 是不是要 可能 是要抓 耶稣的把柄 不然的话 就要显出 自己是有学问的 是跟前一段的经文 是那个 能够听得懂 耶稣的教导的 能够听得懂 上帝对他 子民教导的人 或者 他也在 尝试在试探 但耶稣讲的 他是不是真的有料 他是否是真的 明白 上帝的律法 种种原因 但主要的 这个律法师 要来试探 耶稣 同时呢 耶稣也基于 对律法师 所提供的答案 也就是要 承受永生 就是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来爱主 你的上帝 然后又要爱 灵舍 如同自己 所以 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 一方面我们看到 律法师对耶稣的试探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耶稣对于 承受永生的方法 的教导 那这经文就说 律法师为了要 显得自己有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问了一个 他懂的那个答案 所以有点像是 问stupid question 打了又自己回答 要显得自己有理 他就接下去问 谁是我的灵舍 耶稣就在这样子的情况 就开始讲 撒玛利亚人的 比喻 那耶路撒冷 要去到耶利哥的城 如果我们这边 有一点难看 如果可能 视力比较好的 如果我们看 Jericho Jericho是在 这个荧幕上面的 你们的右上角 然后耶路撒冷 在那个交叉口的之间 从耶路撒冷 要去到耶利哥城 这个路程 大概28公里 28公里多长 大概从 但比你去到国大 大概那个路程 28公里的路程 你走的话 大概按当时来说 大概要六天的时候 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 耶路撒冷 去到耶利哥城 我们据考古学来说 我们知道 耶路撒冷城 是海拔以上800米 耶利哥呢 是海拔以下300米 所以你看 这个 耶路撒冷是在上面的 耶利哥城 是在下面的 这整段路程 是沙漠 也是岩石地带 Rocky Country 所以要上 要下 要上 要下 又有很多的岩石 因此这条路 会有许多强盗在埋伏 埋伏去抢 去劫 那些朝着这个方向 行走的旅客 或者平民百姓 所以 比喻当中 这个人就在路上 遇到了强盗 身上所有的东西呢 都被抢走了 这个是 可能是在当时 非常常常会遇到的东西 而且被打到半死 把他丢下 那重点呢 我们不要进去那个比喻 在那边猜那个比喻 重点 不是为什么 这个人独自一人 都知道 这个是凶险的地方 还自己一个人跑 不是 那个不是重点 为什么他身上 有钱死到被强盗 看上等等 这些也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人 若不被救 这个人若继续在那边 半死 没有人来搭救他的话 他就会死 这个是那个人的出境 是一个紧急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这时 祭司就走过 哇 一个宗教领袖 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有点像我这样子的 牧师 修决女慧力 等等的 这样子的人 如果这样走过 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是最有资格的 最有能力的 去帮助他 但是金人没有提到 为什么 但是 这个最有能力帮助的 祭司 却从 另外一边 走过去 不要先去猜想 为什么祭司这样子做 如果你是那个人 你在那边 躺在那边 半死了 如果你是 他 必死无疑 I will die in the desert 我将会死在沙漠上 还有多一个 还有多一个人 经过 这次是立位人 就很像教会的领袖 家恩 有门知识 这种在教会 在教会是在带领的 组长等等的 这样子的人 在圣殿 那时候立位人 也是在圣殿服侍的 那些领袖们 也是有信仰的人 是至少在 以色列人的族 他们的历史当中 是一个 被分别出来 服侍上帝的人 应该是好人 应该有能力 来帮助这个人 对吗 经文也说 有没有提到 为什么 立位人看见他 就照样 从另外一边 走过去 那我们可以 从圣经里面得知 祭司或许 与立位人相同 因为他们自己 身为祭司的职份 他们是在圣殿里面 服侍的 那他们要守 圣洁 洁净的条规 所以怕 可能啦 可能是怕 这个被打到半死的人 去摸摸他 去看到他 然后他真的死的话 哇 他可能 他们因为 从耶路撒冷 去到耶利哥嘛 可能要去到耶利哥 要去服侍 就不可以服侍了 一去那边 就要耽搁 可能七天之久 来做那个洁净 可能 可能 或者 他们也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不是 在这个路途当中 那些强盗 设下的那个幼儿 去帮助的时候 他们就来埋伏我 不是更惨 可能啦 可能 但最重要的是 当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 就凸显了他们 在看到有需要的人 却没有伸出援手 的事实 我再重复 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比喻里面的第三个人 出现的时候 就凸显了 祭司跟立位人 当下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却没有去帮助的重点 为什么呢 第三个人 是个撒玛利亚人 他是因为血统不囤 被以色列人 看不起的一个族群 是敌人 这次呢 却不一样了 撒玛利亚人 看到那个半死的人 很有可能 这个半死人 就是他的仇敌 就是犹太人 但是 他看到他半死 他向前去 去帮助他 不姑息 自己的安危 经文这样子说 撒玛利亚人 看见他 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 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他到旅店里去 照应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来 交给店主 说 请你照应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时 会还你 这撒玛利亚人 他动了瓷心 出去帮助他 他用酒跟油 就是当时候 至少是first aid 他们有很多的伤丑 对吗 要清理酒消毒 油是保护 那个伤口不继续的 受到感染 是医治开始 的一个动作 把它包裹好 打到半死了 把它扶上 牲畜 你有没有尝试过 扶起一个喝醉酒的人 我有尝试过 我跟你讲 不可能 他就摊在那边 手脚没有力 可能已经断了脚等等 你就是要把它 整个那个重量 推到那个牲畜的身体上面 还要继续走路 他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 可能会被其他的强盗 在钉上 没有 他继续照样这样子做 扶在自己的身口 带他到旅店去 然后不是叫那个旅店 有没有一些工人帮我看他 不是 他自己照应他 第二天起来 他需要去做他的工 拿出两个银币 放在那边说 你帮我照顾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 再来还 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描述 我们能够可能猜想 他是一个经常在这条路 经过来回走动的人 不然这个旅店的主人 为什么会认识他 或者相对的 他怎么认识这个店主呢 所以他应该可能是商人 因为店主都认识他 代表了他经常来回奔跑 那重点是他可能是忙着的 有理由不去理会 这个强盗打得半死的人 更有理由不去理会他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犹太人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动了慈心 看到有需要 又上前帮助 OK 比喻结束了 耶稣就回问律法师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这强盗 手中那人的灵舍呢 我在预备的时候 在想这个问题 我不懂 现在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 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微妙 非常特别有趣 为什么 因为人常常会以自己 为出发点 如同律法师一样 问到谁是我的灵舍 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表达一种 互相福利 一个reciprocal的一个关系 怎么说 就是我的灵舍是我认识的人 我的灵舍是 我在给予帮助之后呢 一定会有得到回报的可能的人 而且对犹太人来说 他的灵舍 在旧约里面的经文 他们的灵舍的定义 是自己族类的人 自己的犹太人 自己认识的人 反而是对那些外邦人 他们是恨的 是要拒绝 是拒在他们的门外的 但是同时在立位纪里面 其实也有说 他们也要爱 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 他们要来到他们里面 他们才视他们为灵舍 但是呢 在这里 听完了整个比喻之后 律法师的回答 是 谁是他的灵舍 谁是这个人的灵舍 是怜悯他的 耶稣就回应 你去 照样做吧 那耶稣把这个灵舍的概念 这个 who is your neighbor who is the neighbor of this person 的那个概念 打破 怎样打破 从一个互相福利的角度 以个人如何 借着怜悯的心 去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 来作为灵舍的定义 使自己 不是从他人的角度 以自己如何成为他人的灵舍 来表达爱神 爱人 而承受永生的教导 我再讲多一次 耶稣把灵舍的概念 从 谁是我的灵舍 从他人的角度 而是从自己 开始去想说 我怎样成为他人的灵舍 我怎样成为那个 看到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去帮助 我成为他人的灵舍 来落实 来表达 爱神 爱人 而承受永生的教导 那我们就要问 什么是永生 What is eternal life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了之后呢 如耶稣所言 我们能够承受永生 我们经常会觉得 永生是一个以后的事 对不对 是一个我们在今世的生命 结束之后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得到永生 能够得以进入天堂 与上帝同在 没有错 是的 但同时 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永生 我们的永生 就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现在开始了 现在就开始了 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 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是处在一个永远死的状态 we are actually in the state of eternal death 因为罪的缘故 跟上帝隔绝 我们是死的 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他帮我们还了罪的代价 借着耶稣复活的生命 我们从永死当中 再次与生命的源头 就是上帝联合 因此开始永生 所以我们在接受 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在今世 开始我们永恒 永恒生命的关系 永恒的生命 这个永生 这个永生 包含了哪些东西 他包含了我们的尽心 对上帝的爱 也就是从我们内心深处 对上帝的回应 他包含了我们整个尽性 尽性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追求任何事物的 这个生命力 我们都用这个生命力 去爱神 尽力 我们所付出的任何的行动的 这个元素 去爱神 敬意 我们的周详的思考 我们对这今生的规划等等 都是为了 要去爱神 爱灵舍 如同自己 不是要爱灵舍 像到爱自己一样 我吃什么要给我的灵舍 我穿什么要给我的灵舍 不是 而是以爱自己的方式 你如何会照顾自己的 那个概念 我不会让自己受伤 我看到那个人有需要 我也会去这样子的帮助他 那个是爱灵舍 如自己 我们在今世做到以上的要求的时候 尽心尽性尽义尽力 能够爱主 又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做到的时候 然后呢 弟兄姐妹 我们就开始在今世 活出属于天国子民的身份 就是在现在开始永生 因此 永生并不是只是死后的生命 而是在这个末世的属天的国度当中 的生命 永生并不是死后的生命 而是在末世属天的国度当中 就是在现在所活出的生命 Eternal life is not so much life after death but life in the end time kingdom of God 我们现在是末世 我们现在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已经来到 还没有完全彰显在等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等待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开始活出这个永恒的生命 在比喻当中的祭司和立位人 虽然他们是回应了他们职份的呼召 他们身为祭司又身为立位人 他们可能是避免能够使到他们 在接下来的那个工作受到干扰 他们是回应了他们的职份的呼召 但是他们忽视了对怜悯的呼吁 他们看不到眼前有需要的人 他们也没有帮助他 耶稣问这律法师那个问题 今天也同样问我们自己 我们又如何 我们不应该问谁是我们的灵蛇 我们应该问的是我 我们是谁的灵蛇 是否是你在办公室里面的同事 是否是你在学校的同学 或者是住在你隔壁的那个邻居 需要你帮助 你要成为他的灵蛇 或许是你回家的途中 常常看见那个有需要的人 来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群体 我们教会的四周 不只是学校 四周的那些住宅区 是否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的学生 是否有需要我们帮助的 我们的老师 是否是我们可以帮助的 我们团庆里的弟兄姐妹又如何 或许是我们很久没有来教会的朋友 我们知道他有帮助 但我们现在还在等 希望我们不会绕那个边过去 因为我们忙 而看不到他们的需要 或许是我们在家 疫情之后 或病在家的我们的乐龄长辈 或许是在我们当中 在教会里面正在挣扎的家庭 今天又是青年主日 或许是在我们当中 在或者不在 在挣扎于华语的青年人 当我说青年人的时候 可能跟大家的定义不一样 我说的青年人是42岁以下 算是我的青年人 为什么 这个是当1987年 国家的语文政策 用英文开始学习的时候的 那个小医生 今年就42岁 42岁以下都是用英文来学习 这些是我的眼中的年轻人 他们在哪里 我想问问大家 上帝今天在感动你们 你们心里面的那个人 是谁 可能在想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想到许多不同的难题 不同的借口 你可能也会面对许多心里面的恐惧 心里面的担忧等等 让你却步 让你感到害怕 让你就看到那个有需要的人 会让你绕过去 但是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撒玛利亚人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更深一层的去想 那个从耶路撒冷却到耶利哥 遇上强盗的那个人 被打到半死 被拖掉全部东西 留在那边 留在那个沙滩上的那个人 将要死的人 其实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 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子 而耶稣来救我们 他舍弃他的生命 来救我们 他从天上下来 跟我们相处 经历我们的生离死别 明白我们 然后呢 被我们拥戴之后 我们还背叛他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到我们能够重新有生命 弟兄姐妹们 耶稣已经成为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 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 好灵舍 但是我们在得到 耶稣的救赎 之后呢 他使到我们心里面 一切的恐惧 都能够得胜 也是在耶稣里面 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医治 而当我们愿意 回应上帝的呼召 来看到我的灵舍 是谁的时候 他给我们帮 他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这个生命 是我们要活出来的 是我会问 也是问我自己的那个问题 如何承受永生 耶稣说 照永行 就得着 我多加一句 我们愿意吗 我们来祷告 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 要将生命的堂 都交托 我们知道 在过去的年龄当中 或许在不同的层面 教会的生活 面对不同层面的挑战 疫情 冲击了我们 我们在信仰的群体 信仰的生命当中 有面对不同的挑战 但主 你是我们 的主 你是爱我们的主 也是借着 你所赐给我们 这份爱 使我们能够在一起 称彼此为弟兄 为姐妹 愿主 你帮助我们 借着你 复活的能力 再次的 冲满我们的心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 心里面 所想到的 那一位 那一位 有需要的 那一位 可能是我们 只是需要 发一个简讯 打个电话 去邀他出来 吃个饭的 那个人 因为我们 有这个勇气 去回应你 圣灵的带领 使到他们 能够再次的 接触 感受到上帝的爱 借着我们 成为他们 的灵舍 求助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